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是我第三次举办年度演讲 这三年来呢 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已经很深地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 面对连续不断的巨大的变化 不少人觉得不适应 甚至有点迷茫 还有人特别特别的焦虑 所以这次年度演讲呢 我就不打算谈小米了 我想聊一点不同的话题 聊的主要内容就是 我是怎么度过那些人生低谷的时候 我是怎么穿过那些迷茫和焦虑的时候 今天呢我想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遇到了产品失败 业务崩盘 甚至公司差点关门的那种困境 这个故事呢 这个故事呢要从三十年前说起 那是一九九二年 倒死时代 WPS呢特别红火 我还记得 WPS几乎装在了每一台电脑上 金山呢 金山呢如日中天 邱伯军呢 就是我们当时的软件英雄 但是呢 金山还是面对巨大的隐忧 就是那一年 微软进入了中国市场 Windows和Office也进入了中国市场 怎么抗衡微软呢 金山必须立刻开始开发一套新的办公软件 才能生存下去 出生流毒不怕 其实我们也没有细想 我们就马上开干 我还记得我们给项目呢 取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名字 叫庞 我们希望旁古软件呢 能在Windows平台上开天辟地 能把WPS的飞黄 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所以当时我们心气还是挺高的 但是大家想一想 国内一家小公司 怎么能跟全球的巨无霸去竞争 所以想一想 这个项目都不容易 我记得 我们抽掉了几乎所有的程序员 我还记得 我们几乎把公司所有的家里都拿出来 就这样 我们干了三年时间 没日没夜 到了 到了 一九九九九五年四月 我们的盘古office呢 终于完工了 闭关三年 大家就等这一天 我们甚至连清工宴都已经安排好了 但是呢 谁也没有想到 产品一上市 销量呢 产不仁比 连预期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我的心态呢 一下子就崩了 我们大家的情绪 迅速就从云端 跌到了谷底 该怎么办呢 我拼命给大家 打鸡血 鼓励大家继续奋斗 到了第二年年初 一九九六年 情况没有任何好转 盘古的销量没有任何起色 更麻烦的是什么呢 是打PS买不动的 我们的收入锐减 甚至连发工资都有点困难 我觉得公司陷入了 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那一年呢 我二十六岁 我是北京经商的总经理 第一次面临这样的情况 有点束手无策 尤其是 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几天 都觉得特别难熬 最惨的一个月 账上只有十几万人民币 连发下个月的工资 都非常非常困难 那段时间呢 我经常失眠 经常一宿一宿地睡不着 我还记得 有好多个晚上 我独自坐在沙发上 看着对面的楼里的灯光 一盏一盏的熄灭 再看到天色一点一点地亮起来 其实这种痛苦啊 只有经历过的人 才能很深地明白吧 我的同事们呢 也特别地绝望 然后呢 他们也陆续地离开了金山 我们原来非常热闹的办公室呢 也一点一点地变得非常非常的冷清 所以那段日子呢 特别难熬 作为研发负责人啊 我其实还是有一点搞不太懂 就是我们金山这么好的招牌 盘古这么好的软件 怎么 怎么就是卖不动呢 我真的反复想都想不通 我决定呢 一杆子同到底 我要到第一线去 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 所以我下了很大的决心 我准备呢 去站店卖货 这是三十年前的中关村 我呢 找了一个最大的软件店 去站店 刚开始呢 我还信心十足啊 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做过销售 但是产品是我做的 我觉得肯定没问题吧 所以呢 第一天我去站店 见到每一个客户进店 我都非常热情地迎上去 就像见了亲人一样 特别特别热情 然后有时候呢 滔滔不绝 我记得有好多客户 我拿着人家 一聊就是半个小时 就这样 一波又一波 一直聊到下班 一天呢 站了八个小时 聊得呢 真的口干舌燥 我记得一回家 连饭都没吃 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大家想一想啊 我是一个程序员 以前的工作就是 每天坐在电脑上 写程序 第一次去站店 就站了八个小时 有多累 我相信大家想一想都知道了 那么这么辛苦的一天 结果怎么样呢 不瞒大家说 那一天 我一套都没卖出去 不过 我安慰自己说 一定是运气不好 第一次去卖货 卖不出去很正常 我们明天继续加油 第二天 依然一套都没卖出去 我就有点懵 第三天 依然颗粒无收 尤其是看到别的店员 成交了一单又一单 在那一瞬间 我都有点怀疑自己的能力 也是那一瞬间 我第一次真正的意识到了 不仅做技术很难 其实做销售也挺难 到第四天 我决定不卖货了 做什么呢 我决定我看看 别人是怎么卖的 我就跟那个销售业绩 最好的店员 在旁边看 他是怎么接待客户的 他是怎么卖产品的 我就这么真的 跟着转了一整天 一天转下来 我觉得还是有不少收获的 我觉得做销售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门道的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一有客户进店 我就很热情地迎上去 滔滔不绝地讲半个小时 可是他怎么做的呢 他话不多 先听听用户要什么 顺着用户说 三言两语就把用户搞定了 还有 我觉得自己懂技术 特别想把技术给人讲清楚 如果人家 是吧 有不同意见呢 我还动作就跟人家抬杠 总之一定要说服你 不买产品都没关系 这道理咱一定得给说明白了 就特别较真 我后来在想 我看他卖的时候不是这么做的 他拿一个软件的包装 拿一张宣传页 几句话就把用户说明白了 实在不行 还有电脑 给你演示一下 就搞定了 可能我们做销售的目的 不是为了把用户 把那个道理讲明白 关键 要让用户 能够很舒服地接受 还有呢 他跟用户交流 就特别轻松自如 大家想一想 我是一个程序员 跟一个陌生人打交道 对我来说 还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所以呢 到了第五天啊 我就一边琢磨 一边练 哪一个客户呢 我就开始琢磨 就开始练 哎 过了半天 开壶了 终于成交了第一单 那一瞬间 我觉得好像赢得了 整个世界一样 特别激动 在第一单卖出去以后 我就好像 一点点找到了感觉 一点点呢 哎 业绩就好起来了 到了第七天 我居然还成了 我们店里的销售冠军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我跟同事讲这个故事 他说 你不是讲的就是一个促销员 七天怎么速成的故事吗 我说你别胡扯了 我讲的是一个研发负责人 在产品失败以后 为了搞清楚原因 亲自到销售一线 占了七天店的故事 我说有哪一个研发负责人 产品卖不动以后 真的这么去做了 我说我当年真的这么做了 就是因为我去了 累不累呢 非常累 但是我今天想起来 我都觉得收获巨大 我先举一个小例子 非常非常小的例子 在1996年 电脑刚刚开始普及 我在店里占店的时候 每天都有几个用户来问我 有没有电脑入门的软件 我就想不通了 学电脑 买本书就学了吗 为什么还要买个软件来教呢 我总是非常耐心 不厌其烦地劝阻用户 说真的没有这样的软件 要不你出门左转有个书店 你去买一本书照着学就行了 直到被问了无数次以后 我突然反而大悟 做一个不就得了吗 说实话 这一类的软件跟盘古比起来 没啥技术含量 咱就做一个吧 我就立刻组织团队 马上开发了一个软件 就叫电脑入门 快速推向市场 连广告都没做 各位猜一猜 一推出以后 马上就畅销 立刻上了畅销软件排行榜 这个故事真的给了我 这个过程真的给了我 巨大的震撼 这让我重新思考 并重新理解了一个 非常浅显的道理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技术人员 做产品 一定要做用户需要的产品 不要做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产品 只要这个产品是用户哭着喊着要的 那个销售就不是问题 特别容易慢 甚至我以前讲 好的产品啊 它会自己长脚的 有了这样的理解以后 不瞒大家说 再做产品就不难了 后来我们出了一系列的报品 有金山池霸 金山独霸一二十个吧 所以很快 金山找到了活下去的路 我们回顾在那看旁古的问题 其实旁古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脱离群众闭门造车嘛 其实就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真的说起来很简单啊 我们非常多非常多的技术人员 工程师 他们习惯在我的技术有多牛 所以这是给了我巨大的启发 我特别特别庆幸 如果没有1996年的这次危机的话 我真的作为一个工程师 完全没有机会 补上这重要的一刻 而且经历这次站店以后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次的经历 给我整个职业生涯 都是一个巨大的宝贵的财富 其实站过店以后啊 当我再去看店的时候 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当时呢我就特别喜欢逛店 只要有机会 我就去店里看一看 也去别人店里看一看 因为在看店的时候呢 就不仅仅是琢磨人家的产品了 我就开始琢磨人家的这个 店面装修怎么样 是吧 动线怎么样 货架怎么样 堆头怎么样 海报怎么样 它的销售员的培训 话术怎么样 哎 渐渐地有了一点 内行看门道的感觉 三十年前啊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零售行业 还相对比较落后 所以但凡有机会到国外出差 我一定抽时间到别人店里转一转 国外有些店很大 我还记得在有的店里 我在人家店里整整待了一整天 那里面摆的每一个包装盒 我都摸过一遍 我努力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在脑海里 其实就是这样 我对零售行业呢 说实话有了一定的理解 这个理解后来对我帮助特别大 说到这里啊 我觉得金山呢 找到了活下去的路 但我自己呢 却陷入了一个更大的迷茫之中 开始了我人生生涯里面 最灰暗的一段一段时间吧 发生什么了呢 我觉得首先啊 我觉得我们当时 对盘古基于的期望太高 盘古失败以后呢 我一直沉浸在盘古失败的情绪中 情绪特别低落 我觉得第二个的话呢 面对微软的竞争呢 真的看不到一丝赢的希望 如果做一个勉强活着的企业的话 这对我一点吸引力没有 我当时的感受呢就是 就是我失去了理想 也彻底地失去了斗志 所以呢四月底 我就提交了辞职信 求无军的时候不放 后来他说 要不这样 你先回家歇半年再说 就这样我就回家歇半年 可能很多人都在 痛苦和迷茫之中啊 我不知道你们 这个遇到这种挑战的时候 是怎么排解的 怎么解压的啊 反正我当时的话呢 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啊 就经常和几个朋友去泡巴啊 这是我们终于找了一张 三十年前的三里屯的 酒吧的照片啊 而且在那个时候呢 蹦滴特别风行 我还记得呢 我们几个朋友都是 一蹦一晚上都不带歇的 所以呢经常去泡巴 而且呢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面啊 开始喜欢重金属的摇滚 其实以前觉得 这些音乐都挺吵的 但是呢在那种 特别抑郁的感觉里面啊 一步一步反而还开始 喜欢这类的音乐 觉得沉浸在音乐里 就是暂时忘了 所有的烦恼吧 因为我经常去泡巴 所以那段时间呢 还很认真的开始琢磨了 说咱要不也在三里屯 开个自己的酒吧得了 我还做了一段时间的调研 看看应该怎么开个酒吧什么的 但结果的话呢 没多久 我很快遇到了一个 更有趣的事情 就是BBS 论坛 当时我有了足够的时间 整天就泡到Sea Fido上 那Sea Fido是什么呢 Sea Fido在当时啊 互联网在中国还没有开始普及 是一群发烧友 通过电话拨号路网 自建的一个网络 主要是论坛 在那个年代里面啊 你能够上网 跟远方的朋友很自由地交流 哇 那个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神奇 总之我一开始玩就着迷了 可能现在大家很难理解啊 我在想可能有点像现在你去玩原宇宙 一玩你觉得很新鲜很刺激的感觉一样 所以呢 我找到了新的寄托 因为这个网络呢 是拨号上网的 所以上网费特别特别贵 假如 假如你在论坛里面贴一堆水帖的话 大家都会骂你的 所以你需要很认真地准备每个帖子 很认真地回复人家的意见 当时呢我有一个小优势 我是程序员 我会忙打 我打字还超快 哎呦 那时候一天能写一百帖 我还记得我写得最长的 从晚上写到第二天天亮 写了快一万字 所以我估计在当时的西非洲上 比我写得更长的人几乎不多的 所以 因为我写得又快又长 所以我很快呢就登上了 当时西非洲的那个排行榜 叫什么呢 叫标信排行榜 就是谁写的信最多 我就上了标信排行榜 经常排在前三位 哎 这次经常有个朋友跟我PK啊 比谁发的更多啊 我到今天都还记得那个朋友 他每天也是一百帖 我们每天在那比赛呢 他呢 不会忙打 他只会两个手指打 两个手指打 打得贼快 号称二指禅 弹指如飞 他号称就这么 按坏了好几个键盘 我今天一想起那个情形 就觉得挺好笑 我在想 我说你有时间去练一下键盘 不挺好的吗 他就两个字不挺的 打得也特别快 因为我经常发帖 帖子又多 所以很快呢 我就成了版主 我估计很多人没做过版主啊 版主有点像今天的群主啊 别看官不大 事情还不少呢 在座估计有不少是群主啊 这个 你要做版主 首先你自己要发帖 你还要拿一帮朋友来玩 你还要负责搞气氛 其实当版主最难的是什么呢 有点像居委会大妈 那时候论坛中啊 大家经常因为意见不一致 吵得天翻地覆的 你还需要经常给大家做工作 安抚情绪 让大家别扯皮 所以版主还挺累的 好 我那个时候经常早晨 七点一起床就开始忙 忙到这个 这个凌晨后半夜 我就开玩笑说 哎我这个版主啊 怎么当得好像比善巴还忙似的 因为当时我特别沉浸在 这个论坛里 就有朋友觉得 这不是事儿 他觉得我在逃避 他觉得我不务正业 甚至还有人为我很惋惜 觉得雷军这么好一个人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觉得我在浪费时间 甚至浪费生命 说实话啊 我特别特别感谢 这些朋友很关心我 但是我跟他们的观点 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我觉得人生做事情 不要目的性太强 我觉得哪怕你做一些 毫无意义的事情 看起来啊 其实也是有价值的 所以那半年呢 我真的是 没有任何目的 非常纯粹地玩 也玩得特别开心啊 所以呢在这种 非常放松的氛围里面 我的情绪呢 也一步一步呢 开始 开始恢复啊 好 我当时写的帖子 我在准备这个 这次演讲的时候 我一早 网上还找到好多篇 就是我1996年 写的各种各样的帖子 就是在论坛上玩了这么久时间啊 很多年以后 我才真正理解了 这件事情 其实还是有蛮重要的价值的 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做小米社区的时候 要做一个发射友论坛 结果呢 我们起步非常顺利 不到一年时间 就成了国内最火的 手机发射友论坛 为什么这么顺利呢 其实就是我当年啊 当过版主 泡过BBS 对这些招式都特别熟啊 所以的话呢 也很快地帮助我们小米社区呢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所以谈到这里啊 很多人都觉得 看小说 上网 打游戏 这些都是玩物商智啊 但呢 我呢 有一点点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呢 只要有一定的自制力 我觉得娱乐呢 有时候反而成为了 最好的学习方式 因为这种不带任何目的啊 学东西起来呢 特别轻松 特别快 当然 这里我也得提醒一句啊 我觉得玩 也要玩出点名堂来 不要瞎玩 有时候瞎玩是纯粹的浪费时间啊 所以呢 这个 很多人肯定 肯定说我支持玩啊 我是支持大家 认认真真玩 不要瞎玩啊 其实在那一段 泡论坛的阶段里面 认识了不少朋友 还有两位朋友呢 后来 名声特别大啊 一位呢 就是在一家 寻乎机公司做程序员的 马化腾 还有一位呢 是林波电信局的一位工程师 他叫丁磊 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俩 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 那么高的热情 当时啊 在那玩BBS 泡论坛啊 但我相信 这一段经历 对他们后来 创办腾讯 创办网易 应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吧 哪天有空 我问问他们当时 是什么原因去 去玩的 谁飞的啊 这个问题我从来没问过 就是在那半年 无忧无虑的日子里面呢 我一步一步恢复了状态啊 1996年11月呢 我就正式回归了金山 为什么回去呢 我觉得我内心啊 还是放不下 民族软件的光荣与梦想 我们呢 还是想跟微软呢 打一场持久战 所以回去以后呢 我们一边在 办公软件的正面战场上 跟微软使客 一方面呢 开闭了敌后游击战 做了大量的软件游戏 赚钱养家 以战养战 就这样 一个差点关门的小公司 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 重新崛起了 到了今天 DBS的月活跃设备数呢 超过了五亿 可能我们 不能简单的说 我们就已经赢了微软啊 但是我觉得能做到今天这个规模 做到全球第二 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我为DBS感到自豪 在准备这个演讲资料的时候呢 同事们在网上看到了两段采访视频 一个是2003年的 一个是2004年的 就是我讲述 我们DBS 如何奋斗的过程的 特别有趣 而且那个时候的我呢 显得特别特别萌啊 看起来好像只有18岁 特别好笑啊 这个我想了想了我做了一个剪辑 要不大家一起看一会儿 好 梦想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科技创业者 你方唱吧 我登场 年轻的雷军 在金山公司充满干劲 他立志开发出一套 家喻户晓的软件作品 当时呢 没有几个软件企业能够扛得住 我们自己呢 也是一个照片就被对方干翻了 记得当时呢 我们花了三年时间 辛辛苦苦 开发出来了一个新的办公软件 当时我们计划卖两万多套 结果呢 卖的不到两千套 输的是一塌糊涂 我就要这样拱手认输吗 他看着自己一直挂在墙上的标语 让我们的软件运行在每一台电脑上 这是他作为一个程序员的理想 今年的战略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是持久战 打PS不要想一天就搞定 第二我们要开个敌口游击战 我们得做微乱不做的 还得一战两战 如果逐入中原为时尚早 那就不如在边缘战场打游击 而游击战是可以上升到战略层面的 金山推出金山独霸 金山影霸 金山瓷霸等系列软件 甚至开始进军游戏领域 剑侠情缘等系列游戏 甚至成为行业内领导品牌 这些产品为金山渡过早期难关和创建品牌 立下汉马功劳 1997年金山在沉寂多年的文字处理软件上开始发力 WPS97横空出世 成为首款运行在Windows系统上的国产软件 短短两个月就卖出一万三千套 位列各大办公软件销售榜榜首 当年被微软压制的金山终于用市场业绩 赢得了和微软对决的资格 就在我埋头重整金山的时候 外面的世界呢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大洋彼岸 这家公司可能大家都不见得还记得了 叫Nescape 1994年创办 1995年上市 雅虎1995年创办 1996年上市 第一波互联网浪潮 蓬勃发展 当时全世界都在这种互联网的热潮之中 中国的话呢 跟进的也非常的快 97年网易创办 98年年底腾讯创办 也就是在1998年 新浪 搜狐 正式更迷以后 也重新启航 所以在中国的第一波互联网浪潮也开始了 我是到了1998年10月份 外出几次出击 好 就是后来在二十几年里面呢 市场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传言 说 是吧 马化腾创业的时候 要把QQ卖给我 然后我没买 还有阿里巴巴创业的时候 找我投资 我没投 反正显得我就很傻 而且很没眼光 这里我觉得这个机会正式声明一下 他们两个都没有找过我 这全是谣言 我也不知道是谁编的 怎么把我编得这么拙 是吧 而我真正更正谈过的 只有一家就是网易 当时的话呢 他们创业了一年多时间 当时他们做什么呢 做个人主业的托管站 就是个人网站的托管站 我觉得做的真的是挺好的 而且呢 还帮广州电信局呢 做了一套邮件系统 这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网易 我就找丁磊 我说要不呢 我出一千万人民币 把你公司买下来 一千万人民币 在那个时间点 还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啊 他们当时公司大概五六个人 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那个丁磊呢拒绝了 两个月以后呢 丁磊告诉我 他融了一千万美金 公司估值呢 六千多万美元 按当时的汇率的话 他的公司估值呢 超过了五亿人民币 哇 当时我真的震撼 这个互联网真的太疯狂了 所以收购不成以后呢 我决定自己干啊 但是呢当时呢 说实话 我们的经历都在软件上啊 对互联网的理解呢 还仅仅在使用的阶段上 所以试了一年多 然后有一天呢 我觉得我明白了 我觉得我对互联网 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啊 这是我当时对互联网的认知 我说互联网不就是个工具吗 我觉得未来所有的公司 都会用互联网的 我觉得电商呢 最有机会 这就是我当时理解的互联网 所以 做电商呢 说干就干 当然 我们当时对自己的要求 还是很高 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 做了大量的准备啊 在2000年5月份 卓越网呢 就正式上线了 当时对互联网 我是自在逼得啊 信心爆棚 当时有很多人 希望投资卓越网 我都拒绝了 我立足了我们自己掏钱干 这个 甚至就在这个时间点 互联网泡沫破灭了 全球资本市场 一步一步进入了寒冬 就是这样的消息 都没有丝毫地动摇我 卓越网的第一笔钱 2000万人民币 全部是金山的股东投的 好 谈到做卓越网呢 我觉得电商啊 本质上就是零售 本质上就是零售 我那些年对零售行业的 研究和学习 就全部用上了 就无外乎就是 选品定价 是吧 店面装修 那个动线 把这些传统的 零售的思想呢 我就迅速移植到电商上了 我觉得电商的 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运营 就是需要把很多细节 每个细节做好 我还记得 那时候每天早晨一上班 我就把卓越网上的 每一个班的 每一个链接 全部点一遍 不瞒大家说 几乎我每天点下来 都有链接错误 我当时呢就 跟同学们 分享了我的观点 我说 我是一个程序员 我说我在软件工程里 学到的最最重要的道理 是什么呢 是可能出错的地方 一定会出错 所以每一个地方 你一定要检查 甚至我们拿今天办发布会 办演讲来说的话 我说如果你的眼 是用的电脑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一定会出错 所以我们每一次发布会 都有两台 一模一样的电脑 所以只要你用 这种认真的精神 去做每一件小事 它是一定可以做好的 然后呢 同时呢 当时我要求 我们每一天 每一天结束以后 一定要当天做总结 当天做复盘 同时看竞争对手 第二天怎么调整 怎么改进 而且呢 为了测试左右网的服务 当时我每个星期 都在左右网上 买大量的东西 所以我那个办公室 你书架上 到处对了各种的图书 各种的电影电视剧 各种的音乐CD 而且有很多 连包装都没拆啊 买得太多了 所以那段时间里面 同事特别喜欢 去我帮我开会 开完会以后 就顺机奔走 最后都是大家 帮我看了那些书 所以当时 我的书架上的书 就特别特别地多 而且呢 为了琢磨 怎么把电商做好 怎么把服务做好 我们还做了大量的创新 像我们开创了 中国最早的多地仓储 就是北京 上海 深圳三地仓储 我们也最早开始了 自建物流 因为为了 确保服务品质 甚至 我们还很夸张地提出了 北上广深 四小时抵达 就是四小时 所有东西一定要送到 所以我们用 近乎变态的方式 来运营了 那个电商业务 就这样 两三年时间 从零起步 我们就变成了当时 中国最大的 B2C电商 可能到今天 还有很多人 都记得 像大话西游 像小王子 像东京爱情故事 这都是左右网 力推的爆品 这是中国电商的 第一代爆品 都在左右网上买了 左右网的业务进展 很顺利 只有一个困难 没钱 因为做电商平台 实在是太烧钱 实在是太烧钱 首先的话 那个时间点 是资本的寒冬 其次的话 当时的VC都是外资的 像我这样 一个本地的创业者 没有留过洋 英文也不好 跟一群脑外融资 还是挺难的 当时我还精心准备了 中英文版的BP 一百多页 很认真的去 一家一家的办法 我记得我把当时 能找到的VC 全找了一遍 我还有个名单 一共三十多家 我觉得我们当时 业务做得好得不得了 居然没有一家 愿意投资 当时也挺崩溃的 最后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一个朋友的公司 投了一百万美元 金山的股东 又追加了一百万美金 才勉强完成了 第二轮融资 我记得卓越网的创业历程 就是我们不断找钱 不断煎熬的过程吧 到了2004年 我们实在熬不住了 只能把卓越网卖了 卖给了亚马逊 就是后来的亚马逊中国 也是几年前 我拜访贝佐斯 他一见面就跟我说 对不起 他没有照顾好卓越 所以回想这段历程呢 挺痛苦的 因为我们在卖掉半年之后 互联网新一波热潮开始了 而且B2C电商的盛世来了 整个电商行业全面崛起 我是这么总结我们卓越网的 就是创办于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 倒下于电商全面崛起之前 这真的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痛啊 刻骨铭心的痛 我卖掉卓越以后 总有好事者问我 说你后不后悔 我咬着牙说不后悔 他打死都不能说后悔 但是呢我内心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痛苦和煎熬 一方面的话呢 创业者啊 对自己创办的公司啊 就像孩子一样 所以呢 在那个阶段里面呢 特别特别痛苦 这个我在努力切割 我跟卓越网之间的感情 我要求自己 尽量不再去卓越网的办公室 尽量不在卓越网上买东西 也尽量不见卓越网的老同事啊 除了成年以外 基本起来我尽量不见 我觉得第二点的话呢 对一个创业者来说的话 更大的痛苦是 我们错失了整个互联网时代吧 错失了整个互联网时代 所以呢在那段时间呢 特别特别的痛苦 反复在问自己 我们输在什么地方 反正大家再仔细看一下 好像主要是运气不好 是吧 你说好 很火 融资很容易的时候 我们不干 等人家互联网泡泡破灭了 咱再干 是吧 接着你耗一耗 只要再耗半年 哎 情况就好 反正当时我主要觉得自己运气不好 我还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以后创业要看风水 一命二运三风水 开玩笑了 开玩笑了 但是越想越觉得呢 我觉得首先 我们真的对timing 对时机的选择太不在意了 其实我们拖拖娜娜 我们为什么要创办于 互联网泡沫泡灭之后呢 为什么不能早点呢 所以一上来我们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错过了创业最佳的时间点 接着我们自身能力又不足 没有坚持到 是吧 坚持到 黎明来到的时候吧 所以这件事情呢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我觉得创业真的需要一点点运气 真的需要对大事进行精准的判断 还有 不管你有多么聪明 多么勤奋 我觉得永远不要低估 风口的重要性 所以为什么我后来 讲风口讲的比较多 我是觉得 很多又聪明又勤奋的人 他们真的没有那么在意 机会的重要性 其实机会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 就这样吧 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一步一步缓过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也在问自己 我说到底什么是互联网 互联网还有没有机会 下一步我们可以做什么 经过反复深度的思考以后 说实话 对互联网的理解 真的往前进了一大步 这是我05年的理解 当时我把它写下来 我说互联网不仅仅是一次技术革命 更是一次观念的革命 第二条是未来的互联网 将融合到各行各业 这个话今天你看可能没什么 这是2005年总结的 其实这两句话 就是后来大家讲的 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家 我今天觉得呢 2005年的理解啊 的确还是比较靠谱的啊 有了这种高维度的理解之后 我又重新扫描了产业里面所有新的机会 我觉得这时候我的眼光就完全不同了 就在2005年 市场都在传言 3G网络马上就要开通 就在那个时间点 我隐约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移动互联网 我经过深度研究以后 我坚信 未来10年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而且移动互联网会比PC互联网的规模要更大 我当时在这一点坚信不已 第一个 我要成为最早一批真正的用户 第二条 我要成为这波浪潮最早的参与者 简单吗 这两条 其实挺简单的 但是做起来挺难的 因为十多年前呢 当时的手机是功能机 屏幕都很小 网络是2G 2.5G 速度也很慢很慢 其实我都不知道 谁在用这么慢的手机在上网 尤其是你想我们用的电脑 用的宽带 每天十几个小时都在互联网上 要改成用手机 特别特别的痛苦 我当时的想法是 不管有多难用 我要从今天开始 尽量只用手机上网 尽量不用电脑上网 当时我已经用了20多年电脑了 我说不用电脑上网 我下了巨大的决心 特别特别崩溃 好 我让大家看一下 当时就是这样的手机 这么小的屏幕 这么小的字 哎哟 然后电脑不能用 只能用手机 所以就是在这种 特别痛苦的煎熬里面 我看到了后来 移动工程网的 很多很多的机会 我做移动工程网的产品 多半都源于 当时特别痛苦的这些体验 所以我觉得痛苦不是坏事 我觉得哪里有用户的痛苦 哪里有用户的痛点 哪里就有我们创业者的机会 所以我就是每天用每天用 每天都特痛苦 这个习惯大概坚持了十年左右 我是前年年初才开始重新用电脑 接着的话呢 我说我不仅仅要成为用户 我还要成为这个产业的参与者 要深入到这个浪潮的最前线 当时我就满大街找 说谁在做移动互联网 我愿意偷钱 我就用天使投资的方式 参与了一大批的初创公司 我记得第一家是2006年1月份我投的 后来陆陆陆续投了十多家吧 然后呢 投的最有名的呢 就是UC Web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都用过啊 投了UC Web 经过这几年的深入实践啊 我越来越坚信 一个全新的大时代 真的来了 就是移动互联网 在2007年 创业了19年的金山软件 终于上市了 我也离开了 奋斗了16年的金山软件 开始了不一样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面 我一边做天使投资 一边系统性的反思总结 在这一系列的反思里面 为下一段旅程 做了精心的准备 今天我分享了三个 我经历低谷的故事 就是我在面临这些 挫折和失败的时候 和大家一样 我也迷茫 我也曾经动摇 甚至放弃过 但是今天站在舞台上 我想跟大家说 如果没有这些挫折 没有这些失败 没有这些挫折和失败 但在的积累 就绝对不会有 今天的内军 没有任何人喜欢挫折和失败 但是不可避免的是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和失败 而且我相信 此时此刻 应该有不少人就在挫折和失败之中 就在迷茫和焦虑之中 那么既然这些痛苦都难以避免 我觉得我们不要逃避 我们要去直面这些痛苦 在痛苦中前行 让痛苦来塑造更好的我们 这就是我今天讲的 痛苦的意义和挫折的溃增 最后呢 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今天的演讲 你经历的所有的挫折和失败 甚至那些看似毫无意义 消磨时间的事情 都将成为你最重要的 最宝贵的财富 人生很长 让我们保持信念 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今天提到的三个故事 站电 泡论坛和卓越网 对我后来创办小米呢 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0年4月6号 在中冠村一个不起眼的小办公室里面 我和十几个伙伴一起喝了碗小米粥 我们就创办了小米 小米网的电商 小米之家的零售和小米社区 都得益于我今天讲的三段经历吧 一转眼 小米已经12年了 我还记得在十周年的时候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复盘 那次复盘呢 长达半年时间 我们几乎每天都问自己 我们赢在哪 我们输在哪 我们哪里做得好 哪里做得不好 一遍又一遍 有时候那个会议经常开到凌晨四五点 其实经过那半年的总结以后 我收获特别特别大 我当时特别激动啊 也在我们很多内部会议上讲过 所以我就特别想把我们的总结和思考写下来 让所有的小米同学们都能看到 但是没想到这个工作比我想象的复杂很多 前前后后呢 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 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产品 就是小米创业思考这本书 这本书呢包含了 我创办小米前后 大量的思考和总结 还有小米的创业历程 小米的方法论 和一些实战的案例啊 其实虽然作者写了我的名字 但是其实是我们小米同学们 共同的作品啊 共同的作品 这是一部内部工具书啊 这个我们决定出版的是希望 让更多关心小米的 支持小米的朋友也能更加了解小米 如果大家想看故事的话呢 过去两年呢 我们也出了两本呢 《光方传记》 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看一看 就是小米的授权《光方传记》一往无前 金山的授权《光方传记》呢 生生不息 在十周年的时候呢 我们总结了小米的三大铁律 叫技术为本 性价比为刚 做最酷的产品 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啊 去年呢 小米投了132亿的研发成本 今年呢 预计了170个亿 这个环比符合增长啊 符合增长呢 39.7啊 39.7 小米一直以高速来增加自己的研发投资 而且今年年初我们还承诺了 在未来的五年里面 研发投资将超过1000亿人民币 正是这种永不止步的创新精神 和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 也确保了我们 能够不断研发出最酷的产品 稍后 几分钟后啊 我将为大家带来大量的重量级的新品 另外呢 还将汇报 我们在科技探索上一些新的进展 下面呢 我们有一个三四分钟的视频 大家呢 先看一下 结束之后呢 就是我们 今年的小米秋季新品花布会 好 待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尼克这款手机在立项的时候 我压根就没有考虑过 它有可能做出 作为一款概念手机的话呢 我在初期的时候 让他们不要把量产性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不要大胆的尝试 大胆的冒风险 大胆的突破 我们设计的时候得到的需求就是正面不允许开孔 所有的问题都是跨学团 当200多万颗像素同时点亮的那一瞬间 你会发现 所有的色彩都沾满了整个屏幕 感觉就像所有的身上的细胞都被激发了一样 对研发原因来说看到它 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 六七年前的我们在想象未来手机的时候 我们提出了全面屏的概念 今天发现全面屏就已经普及了 我们就在想5G时代 到底什么样的产品 能够引领未来整个手机发展的潮流 接近360度的内容显示 你手所能碰到的地方全是屏幕 我们生产100台 可能只有一台是可以使用的 Mix Alpha 它不是折体屏手机 不是双面屏手机 不是瀑布屏手机 而是代表未来形态的概念型手机 我们的概念手机的要求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惜代价 不记回报 不考虑量产性 我们都见过的屏幕电路 在这一小点上 它是透明的 你能想象吗 就这么一小点 它消耗了多少的精力和时间 和天文数值的投入 Mix就是鼓起一切代价的探索 追求完了 这就是我们所想象的未来手机 所在前进的一个方向 所有的方向 其实都值得大家去努力 去探索 今天做不到不代表明天做不到 我希望小米永远是你本心中最富的人 永远相信 美好的事情 一将发生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小米的新品发布会 先分享两个好消息 前不久 小米第四次怒选了财富500强 排到了266位 在上榜四年来 进步了202米 这是进步速度最快的中国科技企业 第二个好消息是 上个月 我们发布了小米12S系列的三款手机 这三款手机呢 发布之后反响非常的强烈 首先 大家被莱卡影像深深地打动了 其次 这三款手机的无论哪个角度的体验 都被大家高度的认可了 这三款手机上市卖了一个多月 那大家的评价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选了京东的好评率 这三款手机的好评率都超过了98% 小米12S Ultra到了98.68 这个成绩呢 非常非常出色 说实话 是小米历史上 口碑最好的旗舰手机 这个成绩也可以媲美 iPhone的表现 小米在死磕体验上 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 这三款手机在流畅度 散热 手感 拍照 都得到大家的好评 我就不念了 都得到大家好评 那么 今天的新品发布会呢 是一个特殊的发布会 是展示小米 整个集团的科技实力的 所以 我们三个品牌 都带来了他们非常强大的作品 来展现 我们先来看看小米品牌 小米品牌准备了四个产品 第一个 第二代的哲理名手机 Mix Folder 2 哲理名手机经过全行业四年的探索 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这个越来越成熟 只有一个问题呢 比较头疼 就是现在的哲理名手机呢 还相当于两部手机的厚度 所以 厚重问题呢 厚重问题呢 成为了哲理名手机 进入实用阶段的最后一个 关卡 那么 今天呢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 就是 Mix Folder 2呢 在这个问题上 取得了革命性的进展 我们一起刊断视频 这就是我们Mix Folder 2 这款手机呢 你拿在手上 就像一个正常的旗舰手机一样 6.56英寸 21比9 而且手机的宽度只有73.9 它就是一部正常的旗舰机 而且是纸板机啊 它的每个细节都做得特别特别的精致 打开以后 是一个折叠屏手机 屏幕特别的大 那么我们有两种颜色 一种叫星耀金 另外一种呢叫月影黑 这个月影黑呢 商务感特别强 特别精致啊 高端啊 整个Mix Folder呢 给人的第一个特别有冲击力的感受是什么呢 是轻和薄 它有多薄呢 5.4毫米 可能大家对5.4毫米没概念啊 我们转一下 5.4毫米就是Type-C模组 加上屏幕 加上厚盖的厚度 几乎是智能手机的极限 除非将来不要Type-C口了 所以这款手机直接挑战了智能手机的最薄的一面 而且呢 它左右呢 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呢 叠在一起的话呢 厚度呢 是11.2毫米厚 可能大家对11.2毫米也没有概念 我再让大家看一下 其实就是大家用的iPhone的Pro Max 带上保护壳的厚度 它带上保护壳以后就是10.83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打开是5.4 合起来是11.2 带保护壳是3.2 就是基本上呢 小米的折地屏2的手机呢 就相当于iPhone的Pro Max 带保护壳的厚度 所以呢 这一款手机 折地屏手机 真正的进入了实用的阶段 重量呢 还比iPhonePro Max呢 加保护壳还要轻一些 还要轻一些 而且宽度呢 也要窄一些 所以它的手感会更好 为了确保手感啊 我们的正面 是用了一块直屏 它的H都是直屏 但是过了H以后 我们做了一个小V曲 所以它的手感更好 其实为了这个小V曲 我们犹豫了两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呢 我们得以把一块3D柔性屏 做成了 做成了平面 同时又加了个小V曲 就这样的话 每一部的手机 成本都增加了一两百块人民币 但是有了这个V曲以后 你拿在手上 你就觉得它特别精细 手感特别好 就这样精心设计的Mix Fold 2的话呢 合起来握感不错 打开以后 它的握持感也特别的轻松 无论左手握 右手握感觉都不错 然后呢 我们在配重上也特别的小心 你握持的时候 不会觉得头重脚轻 那么取得这么重大的进展 核心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折叠屏技术 折叠屏手机 第一个技术难关 就是转轴 就是这个转轴 转轴是里面最难的 这一次呢 我们致演了一个新的转轴 叫微水滴形态的转轴 这个转轴 是今天整个全球手机行业里面 最先进的转轴 它跟友商的转轴比的话呢 薄了18% 轻了35%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 它要轻很多很多 然后呢 我们通过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 才完美地实现了这个成果的 第一点 我们小心化了锅链机构 它的精度堪比名贵万表的精度 这个 而且我们采用了超耐磨的MIM的合金 它的耐用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所以这个轻薄以后 大家特别担心质量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细节里面 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用碳纤维板替代了原来的不锈钢 薄了33% 而且重量只有不锈钢的20% 强度的话变得更强了 同时 我们把原来的转轴的两三百个零部件 进行了一体化的设计 然后改进了整个工艺的制成 然后呢 浓缩到只有87个零部件 而且把所有的焊点都去掉了 然后把它全部做到一体化 大幅度的降低了重量 而且提高了可靠性 在这里面呢 还有非常多技术改进的地方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由于折叠屏手机异常的复杂 所以我们做了上百项 极为严苛的测试 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可用性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突破呢 就是在转轴技术上 现在基本上是全球最先进的转轴 第二点 这个折叠屏也很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屏好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屏打开以后呢 8.02英寸 就是iPad mini 就是小屏板的屏幕大小 特别大 而且呢 它的显示精度呢 是2K 整个屏幕的数字都特别好 我就不念了 数字特别好 包括有120的 赫兹的高刷什么的 好 这个屏幕不是简单的柔性屏 这个屏幕特别强 这个屏幕呢 也是最先进的 最先进的技术 叫Eco OLED 超薄柔性屏 这个Eco OLED的技术呢 非常的先进啊 讲起来也比较复杂 我呢 把它的原理 简化告诉大家 它的原理呢 就是用了一个 Polus的技术 什么叫Polus呢 就是把偏光片去掉了 对于屏幕来说 偏光片是非常重要的啊 它把偏光片去掉以后 换成了彩色的绿光片 跟OLED做到一层上去了 它就少了一层 少这一层以后 它的透光度提高了33% 它的功率下降了惊人的25% 因为这么大屏的手机 折叠屏的电池又不够大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打开以后 用几个小时就没电了 这个体验不很差吗 所以我们最近在设计 这些手机的时候 我们对续航的体验 极其的在意 所以我们不惜成本 做了今天 国产折叠屏手机里面 唯一一个做了 Polus技术的 折叠屏手机 它的续航是遥遥理先的 同时我们还对了 LTPO2.0的材质 能做1到120Hz的 智能动态刷新率 它进一步降低了功耗 就是采用了这么多 先进技术以后 它的亮度做到了1000尼特 峰值亮度到了 晶圆的1300尼特 这在折叠屏手机里面 也是遥遥理先的 我们再来看的时候 它整个屏幕极为平整 我们用了一种新的技术 叫UTG超薄柔性玻璃 在去年的折叠屏手机 大家都用了叫PCI软膜 所以你按下去会线下去一块 或者会有划痕 所以呢 大家的投诉也很严重 但大家一定要理解啊 折叠屏技术就是这么 一年一年在迅速的 技术在迅速的飞快的进步之中 所以不容易有折痕 不容易有按压 做了块玻璃 这块玻璃叫什么呢 叫UTG 这个玻璃有多薄呢 叫0.03毫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 就是36米 非常非常薄 然后强度呢提升了2.25倍 而且我们在这个玻璃上 还镀了一层超低反的AR膜 它的屏幕的反射率呢 低于2% 这样的话呢 阅读起来很舒服啊 我们还设计了对称式的双扬声器 哈曼卡顿的精心调教 所以无论是你打游戏 还是看剧 都有沉浸式的大屏体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外屏 就是一个标准的提前机的屏 是吧 我刚才介绍了 6.56英寸 21比9 它的所有的数字都很好 还有康宁的最先进的 那是吧 维克塔斯的屏 那个保护玻璃 它这些数字都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呢 这个我们当时为了做手感 我们把用了 用了一个曲面屏的成本 做了一个 看起来是直屏 但是边上有个小微曲的手感 就这一项的成本 就加了一年二百块人民币 所以这两块屏幕呢 都是顶级的屏幕 可能折体屏手机为什么贵啊 光这两块屏的价钱 就是个天文数字啊 光这两个屏的开屏的成本也很贵 所以它们都有120Hz的高刷 都是1000L的全屏亮度啊 还有都是原射屏 而且都支持杜比世界 为了让你合上屏和打开屏 那个自动亮度一致 我们做了内外360度的光感 也就是说你合上是前后双光感 打开也是前后双光感 这样的它的亮度能够一致 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两块屏上 下了巨大的功夫 接着 我们搭载了今天性能强悍 能效出色的骁龙8处理器 这个处理器呢 也搭载在小米12S上 这一个多月下来呢 口碑非常不错 我们也配了非常好的散热系统 整机呢 只有5.4毫米厚 我记得很多很多人都特别的担心 说电池是不是特别小 这个我刚才讲过了 我觉得小米在这12年里面 学到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呢 我觉得使用体验第一位 使用体验第一 我们堆了4500毫安时的电池 真的这点特别牛 也搭载了67瓦的快充 10分钟就可以充满38% 那它的DOU 它的续航能用了多久呢 1.15天 所以用一天是足够的 大一一就是一天啊 用一天是足够的 好 可能这样讲 大家还不相信 我们跟同行的折叠屏比一下 好 合起来的话 是吧 它跟两个友商做的 这个折叠屏都是最好的啊 比起来的话 我们的续航能力多了25% 就是我们的外屏的续航能力 多了25% 打开以后 35% 这个Polus厉害吧 35% 这是八寸屏啊 这是八寸屏 一致亮屏 一致玩游戏 一致在用的过程啊 这个非常非常的恐怖 而且呢 我们特别特别在乎 那个流畅性 续航 还有温度 因为大家老是抱怨 手机发烫啊 所以我们对温度 是极其在意的 在每一个产品应用下来 我们的温度表现都是最好的 所以呢 上次发布会呢 我特别呼吁 这些超级APP 能不能跟我们一起连调 能不能把流畅性 把温度控制做到极致 这个发布会之后呢 微博的团队迅速找我们 我们两家迅速连调 这一次呢 微博无论是在盒上 还是打开的温度控制表现 都特别特别的出色 这打开我们的温度 也是遥遥领先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大家别小看 一度啊 一度在手感上会感觉差很远的 所以整个Mix Fold 2的话呢 我们在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在续航 我们在流畅度 我们在温度上 这些体验细节上 下了很大的功夫 当然 作为一款旗舰机 它也是原汁原味的 莱卡影像 好 我们看看这么薄的手机 它的相机模组是怎么样的啊 它用了5000万相处的主色 也有超广角 也有两倍的变焦 它的主色用的是什么呢 是766 766呢 是大家最常见的 旗舰手机的 Sensor 这个Sensor呢 单向是1mm 4合1以后是2mm 我觉得在这么薄 5.4毫米厚的手机上 能用上766 还是让我极为震撼的 我们的同事们 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做了一个极其超薄的模组 这里面有大量的技术创新 今天时间有限 我不展开讲了 不展开讲了 而且也做了防眩光的 专业镀膜 ALD的超低反的光学技术 还有奈卡的 是吧 原生双画质 好 我们看几张样张啊 这是呢 在海边准备 开车出去冲浪的男生 他的皮肤晒得又黑啊 这是一个小女孩 她正在玩捉迷藏 一个人躲在大树后面 眼睛直定定地看着你啊 第二个呢 是夜景 这是我们珠海的南平二桥 听说是非常有名的打卡地啊 这个特别适合拍 是吧 落日余晖 桥上的灯光点点 特别浪漫啊 这一个呢 是我们的摄影师拍到的 就是在一个街边的广告牌 拍了一个戴爵士帽的男生 显得特别有艺术感 这是我们两辈的便交 抓拍到一 一对在海边遛狗的情侣啊 还有在一个书店里面 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 你想拍完整的画面的话 就特别适合用超广角 在这么一个小书店里面 哎 是吧 一下子把所有的书 尽收眼底 而且 我们为这个相机组呢 也配了大师镜头包 像 这个呢 是50毫米的经典人像的 玄焦的镜头拍的 像这个是35毫米的 经典的黑白人像 还有这个是90毫米的 那古典人像的柔焦 就拍女生拍起来 显得特别的浪漫啊 同时 也有小米影像大佬的加持 像极速影像 万物追焦 闪电连拍 这些功能都有啊 比如说 你在车上 抓拍 海边有一个小伙子呢 在练自行车 也挺有趣的 这个抓拍特别有效 而且抓拍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是拍孩子和宠物 这个小孩一般不会配合家长来拍照啊 所以抓拍很重要 你看我们的摄影师 也抓拍到一个小女孩 在干饭的样子 挺可爱的 好 它的自拍呢 也是高清质感自拍 2000万像素 这次呢 折叠屏的自拍特别有趣 我们可以用主色来自拍 用莱卡自拍 用大式镜头包来自拍 我们看看是怎么自拍的啊 它直接翻转 拿过来 就可以用主色自拍了 哇 用766自拍 真的很夸张 拍出来的画质要明显好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 是人像 前置人像自拍的 这边呢 是用的 莱卡镜头拍的 明显不一样质感 还有大式镜头包拍出来的 各种效果 也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如果你 如果你拿到 我们的 折叠屏二代的手机 我建议你试一试 挺好玩的 它也支持8K的电影视频 也支持 那个 杜比世界的 HDR的视频拍摄 还支持 视频的莱卡滤镜 哇 这个很夸张 视频的莱卡滤镜 还有一个好用的地方呢 一个视频的博主说 他这样拍视频特别好 一边 能看着自己的表现 一边拍 所以呢 成功率特别高 他就找个地方 把自己的手机 立在那 这样拍的时候 就能看清楚 自己的表现 就特别像 翻转屏的相机 这就是我们 Mix Fold 2 带来的 原汁原味的 莱卡影像 大家也特别重视呢 它的系统体验 这一次呢 里外也特别为 折叠屏手机 做了大量的定制 在系统应用这一块 进行了重新设计 比如说 所有的折叠屏手机 都是直接拉伸 直接拉伸的 叫暴力拉伸 是吧 没有什么信息含量 我们这一款呢 直接跟你 它相当于 两块屏的大小 所以直接跟你 对了两屏的内容 这样信息量 全部上来了 还有我们 重新定制了 各种小部件 高效要美观 而且你看 这些应用 日程 文件筛选 而且呢 我们还设计了 大屏的交互 因为屏大以后呢 它的可用性 大幅度提升了 我们来看一下 包括怎么分屏 分屏组合 双小窗贴边的气泡 我们来看怎么用的啊 第一个 双手一拉 就分屏了 就很容易分屏 好 第二个 这种分屏的效果 你可以保存在屏幕上 作为快捷方式 一点就可以进去 就直接进去了 所以分屏的方式呢 可以保留下来 第三个 你所有的应用 都可以放在边上的工具条 一拉出来 就可以重新分屏 重新开小窗 它的极限的情况 可以同时运行四个APP 你看 一边听老师讲课 一边看笔记 一边看书 一边记笔记 一边用词典 这有四个应用在用 所以呢 这个大屏的折体屏手机 它的用法跟以往 有了更多的玩法啊 还有 当你在沉浸式的看剧的时候 它的信息可以靠边 来了信息以后冒泡 一点就回复 这样呢 特别适合你沉浸式的 看视频 看电影 还有一个细节很重要 就是输入法 这个输入法呢 在这么大的屏上 其实要把它做得好用 挺难的 我们这次下了大功夫啊 首先 我们把九键完全展开了 可以左右切换 还可以拉开 双击双V的键盘 做了这些可能还不够 我们还会测试你手的大小 测试一下手的大小 你是选小手 还是中手 还是大手的键盘 这个贴心吧 好 我们在三方四配上 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比如说我们适配了 四千种的应用 而且呢 所有的那个视频 那像这个弹幕 能够自动吸顶 你可以很清晰地看视频 还有 我们还有离线的 实时的双语字幕 是吧 你看国外的片子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可以看到字幕 你玩游戏的时候 是吧 这个屏幕也可以自动适应 但很多人买折利品手机呢 主要用来工作 比如说炒股啊 你竖着看可以看到很多股市行情 你横着看的话 可以看单股的信息 甚至快速地进入炒股的状态 还有 有的人特别贴心呢 用 用折利品手机来办公 看表格 我们的DPS也做了深度的适配 还有一个功能特别好 就是你发过来一张图片 看到一个表格 你想改 没有办法改 现在没关系了 我可以长按 自能把它提取出来 然后到Excel 到DPS里去编辑 大家听懂了吗 就是我们图片中的表格 支持了自动提取 不仅仅是文字啊 发过来一张图 有个表格你长按 这个表格就能跟你 AI自动识别出来 自动跟你生成表格 去编辑 好 所以呢我们 MIUI Fold 为折叠屏重新设计 有大屏的桌面 改进了系统 应用 有三方的适配 也重新改进了 各种各样的大屏交互 所以这一次呢 MIUI在折叠屏手机上 下了巨大的功夫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 Mix Fold 2 折叠屏二代的手机 它有极致的轻薄 也是往前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 好 这一次呢我们还专门送了 树皮支架保护壳 我记得上个月 我们Ultra 送了一个透明保护壳 哎呀大家把我骂死了 我说这个白送 还怎么这么多人骂 大家说你还不如不送 我说好吧 以后不送了 还可以省几块钱 不过呢这么好的手机呢 我们还是 还是给 不是送了一个特别好的 这个支架保护壳 这个后面的支架 可以无极调节 这样的话呢 你看剧的时候特别方便 我们还特别设计了一个皮夹保护壳 可以有手带 也有肩带 可以当包一样挂着 很漂亮的 大家笑什么 这就是我们MixFold 2 越强大越从容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视频 Dream me on Bring the unknown Don't stop MixFold 2 MixFold 3 MixFold 3 啊真漂亮 我们的团队呢 还为MixFold 2呢 准备了六大 尊享服务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那么 这么好的MixFold 2 定价如何呢 这个定价呢 也特别特别的超值 定价呢 八千九百九十九 它起步的价钱呢 是十二G加两百五十六G 十二G加五百一十二G呢 是九千九百九十九 这一次呢 也是小米历史上 第一次支持了1TB啊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拍照 尤其来卡影像 所以呢 我们准备了1TB的版本 配合这么好看的MixFold 2 今天呢 我们小米品牌 还带来了最高端的耳机 和最高端的手表 好看吗 好 好 好 我们首先发布呢 Buds 4Port 小米最高端的耳机 这个耳机盒 看着就特别特别的漂亮 是不是像个鹅卵石 是吧 上面盖子是高光的 下面是哑光的 特别漂亮 这打开以后就更漂亮了 它是拼射的 是吧 特别漂亮 而且是开放式的磁吸 容易取 也容易把它放回去 所以做高端的耳机的时候 不仅要把耳机做好 连耳机和收纳 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一段视频 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TWS耳机 TWS耳机 这个耳机的音质特别特别好 用的是我们小米定制的第二代的 11毫米的双持超动态的单元 这个特别好 而且支持了LHDC4.0的超轻传输协议 还获得了HIRES的小金标认证 这在TWS耳机里面非常罕见 那么作为一款最高端的耳机 我跟大家谈几个硬指标 第一个你可能还需要有空间音频 空间音频是一个什么技术呢 就是你的脑袋不管怎么放 它的声场是固定的 这个功能需要超高端的旗舰手机来配合使用 因为它的计算量特别的大 所以它叫空间音频技术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巨大的突破 我们把处理器增强放到了耳机里 这样不需要设备 任何设备接入这个耳机都支持了独立的空间音频 这是全球耳机里最先进的 第二个的话呢 智能降噪 它的降噪深度能到48dB 也是今天所有耳机里做得最好的 好 我们还有那个声纹的 古声纹的那个降噪 这个古声纹的通话降噪 可以提取佩戴者的声音 这样你打电话的时候呢 它的声音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清晰 这么小的耳机 它能做到9个小时的续航 如果要是带耳机盒的话 它能做到更长的续航 能做到38个小时的续航 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 最高端的那个TWS耳机 那么这个耳机定价多少呢 定价999 首发价999 好 我们小米手表 S1 Pro 现在的话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在使用智能手表 来取代传统的腕表 传统的腕表 所以在设计这块表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 向传统 机械腕表 学习 这个使他们换的习惯的 能够比较顺畅 首先第一点呢 我们的大小 用了标准的46毫米的 这是个标准尺寸 但是我们的屏幕呢 做得特别大 做到了1.47英寸 我们用了蓝宝石的盖板 不锈钢的表壳 并且呢 在这个表冠上 做了这个金字塔的纹理 金字塔的纹理 特别精细 而且呢 我们用了一体化的 无螺丁的设计 它的后盖呢 是陶瓷质感的 这个心绿窗呢 也是用的蓝宝石 这些材质 都是用的最高端的材质 也有手工缝制的真皮表带 各种各样的真皮表带 为喜欢运动的人 也准备了浮相胶的表带 浮相胶的表带 而且呢 也为正装准备了 不锈钢的表带 就是你要穿正装的话 也有不锈钢的表带 另外呢 还精心设计了 特别高端 大气的这个表盘 而且有上百款表盘 可选 这就是我们今天呢 为大家介绍的 最高端的 智能手表 来我们看段视频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小伙子戴 佩戴是不是特别帅 我也带了一款 那个浮相胶的 浮相胶的 它也适合女生戴 这个46毫米 女生戴也没问题 而且呢 这个手表的 这个处理器的计算能力特别强 也是最新一代最强的 是12纳米工艺的 然后呢 整个MIUI使用起来呢 特别的流畅 而且交互呢 也做得非常的优雅 我们支持无线充电 续航呢 支持了14天的长续航 这一款智能手表呢 功能特别特别的强大 支持100种运动模式 蓝牙通话 GPS NFC 睡眠监测 心率监测 血氧监测 皮肤温度等等啊 就这些功能全部支持了 而且呢 支持丰富的第三方的APP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最高端的智能手表 这个定价呢 1499 就是黑色的不锈钢 配黑色的浮像胶 1499 银色的不锈钢 配棕色的真皮表带 1599 大家要不要看一看 好 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什么呢 是 我们折叠屏手机 是不是它的握持还是挺舒服的 它的尺寸就是你们平常用的 各种手机的尺寸 所以呢 特别实用 好 打开以后呢 也是屏特别大 8寸屏 怎么拿都特别精致 大家来看一下 它特别特别的薄 对 就这个角度 放大 大家来看一下 它就是一个Type-C模组 加上两个边框的厚度 大家不要看纯粹的重量 因为其实手感的核心是密度 反正这个大屏手机 拿到手上很轻 很轻 特别舒服 然后呢 无论你是看表格 还是什么都特别好 所以呢 这是我们 那个 这一次 精心准备的Mix Fold 2 好 好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恶机 好看吗 特别特别好看 好 还有我们精心准备的这个手表 这个表 所以今天的智能手表 其实越做越高档啊 这个跟机械手表 真的是有得一拼 好 谢谢啊 谢谢 好 这个 很多人说 这三款 他都很喜欢 我们准备了一个 三件套的套餐 三件套 甚至大家买起来太麻烦啊 这个三件套怎么套装呢 首先我们有 1TB的 Mix Fold 2 还有 白色真皮表带的手表 有金色的耳机 再加树皮保护壳 还加 皮夹保护壳 可以吧 所以我们 这个礼盒做得特别特别漂亮 特别适合送礼啊 这就是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 三件套 Mix Fold 2 下面一个 也是呼声特别特别大的 小米平板5 这个小米平板呢 是超大平的 12.4寸 就相当于一个笔记本 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大小啊 12.4 比我们原来的平板 大了27.2% 而且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叫深山绿啊 它是整个金属一体成型 而且隐藏式的天线 它也没有看不到天线孔 做得特别特别漂亮 厚度也只有6.66毫米厚 所以这个拿起来特别好用 这个是深山绿 我们还有黑色和银色两个版本 这个买平板 本质上就是买屏幕 它这个屏幕是一块顶级的LCD屏 2.5K的精度 2.5K的精度 120赫兹的高刷 支持杜比世界 它的各种参数都很好 而且因为平板大家用的比较多啊 我们特别还做了硬件机的 低南光护眼屏 所以呢这款还是一个 我们精心挑选的护眼屏 还有呢这是四扬声器 这是杜比全景声四扬声器 所以整个大屏的看剧的体验特别特别好 玩游戏体验也很好 好处理器呢 我们用了今天安卓平板里面 口碑最好的处理器 小龙870 口碑最好的处理器 好我们来玩游戏啊 原神六十画质 原画质 六十帧 原画质一小时 它的平均帧率 能跑到58.5 这个 我们为这个平板 还准备了一万毫安时的电池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可以充满 它的续航两点一三天 所以用这个平板能用两天多 当然 今天大家买平板主要是做什么呢 以前主要是看剧 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作场景 越来越多的上课的场景需要用 所以我们特别优化了视频会议 我们做了哪一些优化呢 第一件事情 我们把相机挪到了中间 这样你的镜头是不是好很多了 第二个 我们把镜头升级到两千万像素了 这样视频会议的效果就好了很多 好我们跟iPad比一下 小米平板的这个视频效果会好很多 而且 那个 现在经常视频会议 从早晨开到晚上啊 十几个小时 你用iPad呢经常没电 一旦没电以后呢 就补不上电 所以用iPad呢 你还不得不带个充电器 但是你要用小米平板 十几个小时轻轻松松 十几个小时轻轻松松 一整天 从早晨到晚上 基本不用带充电器 哪怕就是没电了 哪怕就是没电了一个小时 哪怕就是没电了一个小时也迅速可以补电 所以呢 所以呢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居家办公的时候 我经常是同时用两个平板 一个视频会议 一个GPG 特别舒服 为了改善视频办公的话呢 我们升级了Type-C 到了USB3.2 Gen1 同时支持DP输出 这就意味着可以直连显示器 直连电视 同时呢我们也支持小米拍拍 一拍就可以投屏到电视了 这个你不用插线 无线就可以 这一点呢在我们小米的办公室呢 已经普及了 是吧 用了一年多时间 大家都觉得这个功能超好 由于最近的视频会议特别多呢 我们还设计了一个会议宝 就是八爪鱼 好 小米这个八爪鱼呢 4麦克正列 360度诗音 最远的诗音距离了10米 轻轻松支持阿三省的会议 像这些八爪鱼呢定价都特别的贵 我们做完会议宝以后 我也希望他们的定价呢 要超值 所以呢整个定在 799啊 可能平板除了硬件以外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系统 那么 MIUI13也专门为PiD 做了大量的定制 首先 我们支持自由搭配 MIUI的小部件 然后支持了全局的任务栏 随时换起 同时也支持 快捷的分屏方式 这样就可以编辑笔记 编选照片 是吧 编做PBD 编查资料 都特别的方便 由于这个平板 主要用来办公的 这些办公的 适配做的也很好 像WPS啊 像腾讯会议啊 像飞书啊 所以 我们的妙想中心呢 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功能 叫PC协同 你的平板 可以很容易变成 你的电脑的副屏 这样两个屏幕联动呢 变得更方便了 这是为了方便平板的使用呢 我们还 我们还特别设计了 这些配件 我们改善的 第一个配件是什么呢 是键盘 键盘保护壳 这个键盘保护壳 你看啊 首先是全尺寸 第二个呢 有FN的这个按键 还有呢 有双角度的调整 还有这个白色板呢 我们用的是 环保的有机硅材料 它耐脏 脏了一洗就行了 好 这次最大的一个改进呢 是双角度 什么叫双角度呢 大家看一下 放下去呢 是用来办公的 立柱 是用来看视频的 所以有两个角度 用起来方便很多 好 还有小米的灵感触控笔 这个长按数据键 就能呼出笔记 就可以随便绘画 GBG 然后长按了截屏键 就可以快速地进入截屏模式 就可以截屏 这就是我们为小米平板 精英准备的三款配件 一款叫键盘式的双面保护壳 一款叫磁吸双面保护壳 一款叫小米灵感触控笔 如果你配合平板一起买的话 还有特别的优惠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小米平板 5Pro 12.4 就是超大屏的平板 采用的也是今天最高端的处理器 还有呢 内置了1万毫安时 特别为办公 上课 还有看视频准备的 那么定价呢 也特别有竞争力 相当于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大小 什么定价呢 2999 特别具备竞争力 这个马上的816啊 马上816我们还有一个特别优惠 这个每一台首发的时候便宜200 所以大家可以截屏留下来啊 这个首发价还再便宜200 2799 所以在这个12.4寸的大屏上 是极具竞争力的 特别特别的超值 这就是小米品牌 为大家带来的四款作品啊 这四款作品好不好 都设计特别好看 使用起来体验也特别出色 价格也特别超值 好 下面就看我们Redmi了 Redmi呢 今天带来的也是他们年度大作啊 叫K50宇宙啊 K50宇宙的大作 叫K50至尊版 K50呢 是今年年度的明星激情 这个至尊版呢 是K50系列里面呢 最强的一款啊 最强的一款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外观视频 他的背部呢 采用的是四曲面的玻璃啊 这个K50至尊版是 全部重新设计的 他的背部采用了四曲面的玻璃 还有大曲率的这个弯折 这样的话呢 他侧面的腰线特别细 握感呢 也更轻薄啊 好 他的相机的戴口呢 采用了一体化的金属设计 提升了精致度 排列呢 也采用了K50的加注式的 那个设计啊 有三种颜色 有雅黑 银记和冰蓝 三种颜色 那么 发烧友最关心 K50至尊版的是什么呢 是性能 至尊性能 他的性能有多夸张呢 他也搭载了骁龙八家 叫狂野性能 呼啸而来 就是他在散热能力 他在调教上都特别特别的强 他的散热呢 有三万平方米面积的散热材料 三万平方毫米的 那个散热材料 在K50系列里面呢 散热能力也是最强的 也有小米智研的 那个智能稳增技术 这个 他的帧率的稳定性 这个 他的整机功耗表现都非常的不错 好 我们要不直接看成绩吧 现在呢 大家都喜欢PK原神 很多用户就留言说 能不能最夸张的原神测试 第一条 原画质 第二条 是吧 不降帧率 第三条 25度室温 接着能不能直接干BOSS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测试一小时 能到59.4帧 46度的温度 怎么样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还不过瘾 说 你会不会一个小时以后就降增了 好 我们现在玩一个测试 叫原神测到底啊 就是充满电以后 一致测到你的手机没电为止 好 那么持续三个小时 帧率稳定在58 温度46 厉害吧 这就是K50自尊版的狂暴调教啊 在自尊版的性能模式 这个玩游戏的时候 不降分辨度 温控也适当的放开 游戏的调教呢 也更加的激进 这个流上顺滑啊 120赫兹的满血刷新 所以这一次 K50自尊版是绝对不怂的啊 绝对不怂 也欢迎大家 那个到我们小米之家去体验一下 我觉得第二点的话呢 这一次 我们还有 自尊直屏 这是一款直屏啊 这是一款直屏 也是我们特别定制的1.5K的直屏 它的PPI到了446 其实这个PPI 我们是对标iPhone的Pro Max 专门设计的超级视网膜屏啊 好 这是照片实拍 其实他们都超过了 人一眼视网膜识别的极限 都是足够清晰的 而且还支持了 1920赫兹的高频 PWM的调光 还有硬件低蓝光 也是全球首款通过了SGS 低视觉疲劳度认证的手机 这就是我们专门定制的1.5K直屏 它的数字都特别特别好啊 好 讲到这里呢 我看有不少网友说 你们为什么不做2K啊 这里呢我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K50 K50 Pro呢 就是2K的 如果大家一定要买2K屏的手机呢 我推荐一下K50跟K50 Pro啊 其实呢很多网友既要高清晰度 又特别在乎续航 所以呢我们特别设计了1.5K 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选择 那么为什么做1.5K呢 这是我们在高画质以低功耗 我觉得这是目前技术探索的最佳平衡点 就是这个画质的清晰度 足够清晰 也超过了人丝网膜能够识别的精度 同时从功耗角度讲呢 我们从硬件的底层电路设计 做了特别的设计 在实测中 它的功耗跟1080P差不多 所以它的精度特别高 但是功耗特别低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特别定制的一块屏 这块屏呢是我们联合的华星光电 天马 联合定义 联合研发 然后三大突破的一块屏 这几年呢 国产屏幕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啊 尤其在OLED屏上 这个进步的都是光速在进步 好 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屏幕啊 三大突破 第一大突破呢叫内转排列 它的这个清晰度大幅提升了 第二个的话呢 一致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第三点 它要担心的品质 它也采用了旗舰工艺 超短残影 高寿命的屏幕的品质 它的这个屏幕特别好 所以也强烈建议呢 这个大家到我们小米之家去体验一下 去亲自看一看 我觉得呢 那个我们大家可能都要一起加油 来帮助国产屏幕的快速的技术提升和普及 好 配合K50的自尊版呢 有120瓦的神仙秒充 也用了小米自研的蓬排PE的快充芯片 而且内置了5000毫安时的电池 各位 5000毫安时的电池 骁龙八家 再加上小米的狂暴调校 它的续航很恐怖 它会是续航最长的智能手机之一 达到了1.28天 也超过了iPhone 13 Pro Max 相机的话用的是一项素 OS的光学防躲 这个一项素呢 采用的HM6的传感器 这一颗传感器呢 意味着更好的画质 而且更好的夜拍效果 它九合一以后 达到了1.92μm的大像素 所以这个身色很不错 而且呢我们做到了1.6的大光圈 我们来看一下实拍的效果 而且它的镜头特别好 这个镜头呢是1G加5P 就是在镜头组里面增加了玻璃镜片 来提高了透光度 来降低了眩光 而且还有小米影像大脑的加持 好我们看一下样片啊 这是一张在四川的亚拉雪山拍的啊 它的这个色彩度 包括1亿像素所包含的这个信息 我们随便取一开放大14倍 都特别特别的清晰 所以它的相机也特别好 而且的话呢 也搭载了万物追焦啊 就是拍宠物拍小孩都特别好 我们这个视频是在抓一个鲨鱼啊 这个它就可以跟着鲨鱼一起走 而且这款K50自尊版 还有旗舰 标配的各种各样的功能 像立体双扬声器 GPS 多功能AFC EXO的线性马达 还支持红外遥控等等啊 全方位的体验都已经补齐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是K50的用户特别关心的 这个屏下指纹呢 重磅回归 这一款呢 改支持屏下指纹了 好 这就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 K50 那个自尊版的 三大功能啊 三大功能 这个除了是三大功能以外呢 这一次K50自尊版 还为大家准备了一款联名产品 今年年初 Redmi成为了梅赛德斯 AMG F1车队的独家手机合作伙伴 那么今天的K50自尊版 也会出 AMG F1车队的联名作品 好 我们来看视频 MG F1车队的独家手机合作伙伴 MG F1车队的独家手机合作伙伴 F1车队的赛车 它叫W13啊 最新款的赛车 然后我们K50自尊版 K50自尊版的冠军版 它的设计灵感就来于这款赛车 AMG F1最快的这个赛车啊 和W13一样 那个K50冠军版呢 追求极致的性能 首先 它有经典的这个logo 它的机身呢 采取了跟W13一样的配色 就是银色为主 配一些绿色 然后有典型的方格旗的赛道 然后机身的侧边呢 采用了碳纤维纹理的设计 有很多经典的赛车元素啊 我们还特别邀请汉米尔顿 做了张海报啊 汉米尔顿是AMG F1车队里面 最明星的车手啊 这个拍的也挺帅的 叫K50的冠军版 好 谈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再一次总结啊 这一次K50自尊版 有这个骁龙八家的狂暴调校 有1.5K的旗舰制屏 还有K50冠军版 它会是这个同党唯一的 骁龙八家的狂暴调校 也有1.5K的创新的直屏 这是K50宇宙的终极大作啊 那么大家都知道 Redmi啊 那追求极致性价比 那么像这么强悍的一款旗舰手机 定在什么价位呢 多少钱 好 大家来看一下啊 2999 好 它有五个版本 有8加128 8加256 12加256 12加512 12加512定在3999 然后呢 K50的冠军版 4199 这也是5122的版本啊 特别漂亮 特别帅啊 好 这个为了 为了向所有的米粉朋友们 表达我们极致性价比的决心 在816开始的 这个属处里面 这个K50自尊版 还有特别优惠 它的8加256 3099 12加256 3399 12加512 3699 各位 今天在旗舰手机里面 有500E12G存储的手机里面 K50杀到了3699 我相信 应该没有人比这更狠了吧 所以 下一面我们也为 Redmi的这个超级性价比 谷歌涨 好不好 好 看看我们米家啊 米家这些年里面 在智能家具里面 做出了非常多的爆品 这一次呢 他们带了两款科技家电 就是都是 采用了黑科技 最新的科技的 最高端的家电啊 是什么呢 第一款 米家智能净烟机 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 什么叫净烟机 净烟机 就是最高端的抽油烟机 最高端的 高端到 哎 我们后来取了个新的名字 为什么呢 它很夸张啊 它真的很夸张 它能做到不跑烟 没味道 你看家里面 不管装多贵 多好的抽油烟机 总是有味道的 总是烟雾了傲的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里面有很多黑科技啊 叫高速气旋 锁烟系统 哎呀 反正这个弄得 我也很晕啊 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 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是用 用了空气动力学 和流体力学的原理啊 通过独特的设计 就能让烟形成 两两对转的 四个圆环 哎 把所有的烟都拢在一起了 特别神奇 好 接着的话呢 接着的话呢 它还有一个设计是什么呢 叫一字形的吸风口 它是一个很窄的吸风口 以往我听说的都是什么 大风量 大吸力 哎 它是高风速 它觉得风速最高 才能把这个 是吧 把这个油烟和味道吸走 所以它用了一字形的吸风口 它的风力达到了 每秒13米 所以是特别大的风速啊 同时 同时它还有一个功能 它是倾斜式的 叫倾斜式的近吸设计 这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这个原理就是烟能够圆着墙壁 快速往上走 叫康达效应 这也是个物理学原理 它做成斜面的会吸得更快 最后呢 还有一层保护 就叫防疫气粘 还给你加了个气粘 防止跑出来 这个 就是你在家里爆炒辣椒 也闻不到味道了啊 特别恐怖 当时还给我介绍我就是不信 我怎么可能呢 他们就专门拉我去厨房试了一下 先爆炒辣椒 再加醋 一点味道都没有 当时我 当时我很惊讶 当时我很惊讶 后来呢 他们专门跟我还测试了一样 PM2.5 用别的抽油烟机 直接爆表 用我们的进烟机 低于75 我说你们这不就相当于免费 送了个空气净化器吗 他们跟我说 他们跟我讲原理啊 他们说那个味道分子 其实就是附着在PM2.5上 飘逸的 所以你要把这些颗粒全 洗走以后 它的味道就跑不出来了 这样 你用我们这个进烟机 你的厨房就可以打开了 完全 几乎完全闻不到油烟味 好不好 好 有一段比较测试视频 大家认真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科技家电也是值得大家看一下的 叫什么呢 叫分区洗 叫米家分区洗风液体机 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里面都有两台洗衣机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大人用大洗衣机 孩子用小洗衣机 或者外套用大洗衣机 内衣用小洗衣机 今天很多很多家庭里面都有两到三台洗衣机 但是它有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它在面积 很多家里没这么大地方 第二个的话呢 上下水不方便 第三个呢 往往这个小洗衣机啊 它功能不全 所以 这个需求越来越大以后 所以呢 全行业都开始做什么呢 做分区洗 这个分区洗是这两三年 刚刚兴起的超高端的洗衣机啊 好 我们带来的也是一个特别高端的分区洗 15公斤的 上面是一个5公斤的洗衣机 下面是一个10公斤的洗红液体机 可能很多人一看说 你这不就是两洗衣机弄一起吗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 可是我的同事告诉我说 这个可复杂了 我们整了三年多时间 我说你们都整啥呢 他们说 那种你可能不了解啊 这两洗衣机放在一起 这个震动和噪音有多可怕 大家有感觉吗 其实洗衣机最大的难点 就是震动 噪音 而且这两个洗衣机放在一起 一共震的话 不就立刻就掉下来了吗 而且里面还有东西不停地转 还有水 还有衣服 所以其实特别特别的难 这个我们折腾了快三年的时间 今天才发布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 它有整体的 它是一个整体的钢骨结构 它是个整体的钢骨结构 第二个呢 分区的独立悬挂 双形成的这个减震器 它有双形成减震 另外的话呢 有两个滴滴直驱的电机 精准控制 避免共震 厉害吧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 好 这两个洗衣机不停地转的同时 我们实测 只有48dB 两个洗衣机正在洗的时候 最高的是48dB 加A是实测的效果 可以吧 好 这两个洗衣机全部是高配的洗衣机 加起来支持了27种洗衣模式 模拟了三种手洗的方式 各种洗衣模式非常全面 还有一个呢 支持五重 五重净化健康洗 除菌率呢 到了99.99 除满率呢 百分之百 还有三路智能投放 有一路专门来投放 儿童用的清洁剂 洗涤剂 所以呢 它有三路的智能投放 所以这差不多是今天 最高端的洗衣机了 我后来在网上一查 分区洗 均价都是一两万的 均价是一两万的 我说我们进入这个领域 干了三年时间 定价也一定要克制 也一定要记住 是吧 性价比维刚 好 这个他们刚开始进那个价 我还是吓一跳 4999首发价 其实这些年里面 小米进入智能家电领域以后 我们把一百寸的大电视普及了 我们前一段时间 卖的特别好的是新风空调 还有冰柜 我们大容量冰柜特别好 六百一十升 六百一十升的 所以呢 我们进入以后 我们就不要做那些平庸的家电 我们要做 要做有科技含量的 要引领整个时代发展的 这就是我们米家品牌 做生活的艺术品的决心和目标 好 发布会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先简单总结一下 我们三个品牌 为大家带来的七款作品吧 七款作品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有我们Mix Fold 2的新一代折体品手机 有我们最高端的手表 耳机 还有K50的自尊版 K50的冠军版 还有呢 小米平板五破 12.4寸 还有米家分区洗 米家静烟机 我最后还要推荐一下米家静烟机 大家有机会真的体验一下 可能你每天做饭的感受 都特别特别不一样 我觉得如果你能把你家里的换了的话 你的家人一定会感谢你的 好 在这里的话 对 刚才掌声最响的是我们小米的总裁 翔总啊 把家里已经换了 好 还有一个呢 大家都特别关心 这12.4寸的平板到底有多大 我要不拿给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对我们同事很激动 没事没事 不着急 好 就是这么大的平板 好 给我一个镜头 这么大的平板 特别大 而且特别薄 而且整个异体化特别好 来 你给我递个键盘的 好 这个键盘的 这两档特别好用 这个就是看剧的时候的 这个就是你工作的时候用的 然后呢 这个呢 是 那个 这个是白色的是 环保有机硅材料的 所以脏了 洗一洗 擦一擦就行了 特别好用 这个键盘 这个键盘 也是我们第二代金星 改进过的键盘 好 那个 马上呢 就要到816了 816呢 是我们小米的节日 我们有一个感恩记的活动 有很多新品发布 也有很多优惠 欢迎呢 米粉朋友们呢 到816去看一看 我呢 特别推荐一下 Note 11T呢 会出一个颜色叫 奶盐白的颜色 就现在白色特别盛行啊 而且首发呢 优惠200 所以呢 816呢 有非常多的优惠 也欢迎大家到 小米商城去看一看 好 发布会到现在呢 已经过去了 两个小时 15分钟 就到了我们 One more thing的环节 今天的发布会呢 是一场空前的盛宴 我们三个品牌 都带来了 非常好的 重量级的新品 那么 还有什么事情 配得上 One more thing呢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很多朋友都特别关心 小米汽车的进展 今天呢 我跟大家汇报一下 去年三月份呢 小米正式官宣了 小米 正式进入电动汽车行业 其实仔细算了 正好500天 在过去的500天里面 我们紧锣密鼓 并且有条不紊的推进 我能够 我能够很自豪地向各位汇报呢 目前的进展呢 都比较顺利 甚至可以说超预期 在500天的这个时间里 我对汽车工业呢 有了更深的理解啊 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始终觉得 坐车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我觉得汽车非常非常地复杂 绝对不能着急 也希望大家呢 给我们一些耐心 一些鼓励 我们会全力以赴呢 把小米汽车做好 也希望大家呢 给我们一些空间 因为网上总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啊 我们也很痛苦 其实我们内部做了非常强的保密措施 总有各种流言蜚语 我在想呢 在未来的两年时间里 我就不准备辟谣了 我也不准备介绍任何新的进展 到了合适的时间 我们一定会定期跟大家汇报 好不好 汽车工业的各个模块呢 都非常非常地复杂 其中我个人认为 自动驾驶呢 最复杂 不仅呢 它的技术密度高 而且呢 跟安全呢 高度相关 也是呢 智能电动汽车行业的 决胜的关键点 我想跟大家汇报的 第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 小米决定了 义无反顾地选了 自动驾驶 作为智能电动汽车的 第一个突破的方向 从去年三月份起 我们就下决心了 全战自演 今天呢 其实没有几家主机厂 有这个决心 全战自演的 我们第一期 规划了33亿人民币的投入 到目前为止 我们专属团队呢 突破了500个人 可能500人的专家和工程师团队 在自动驾驶领域里面 已经到了第一阵域 因为这个技术特别的复杂 我们的时间特别的紧 这个小米集团的各个研发单元呢 都给了很大的支持 尤其是 我们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我们的小爱同学团队 还有我们的相机部的团队 这都跟自动驾驶 紧密相关的这些团队 给了很大的支持 所以我们实际上 投入的资源远不止500人 就目前的进度而言的话 我觉得进度飞快 可能跟友商相比 还有不少的差距啊 但是呢 我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取得这样的成果 我个人觉得 做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远超了我个人的预期 我呢 准备了一个视频 也给大家汇报一下 也想请大家指点一下 同时 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表态 我们坐汽车是认真的 我们会用十年如一日的决心 来把汽车做好 下面呢 就来看我们 自动驾驶团队的汇报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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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前段时间在网上也看到不少人拍照了 我们计划的话呢 继续扎扎实实干上两年 我们的团队的目标是什么样的呢 是到2024年进入行业的第一阵营 我相信我们团队一定可以做到 大家一起为他们鼓个掌 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小米汽车的进展 那个到了合适的时候呢 我会定期跟大家汇报 所以呢也请大家呢给一些耐心 给一些空间 更给我们一些支持 我们打算十年读一日 认认真真把小米汽车做好 绝对不辜负米粉同学们的期待 谢谢大家 下面的话呢 我们小米汽车实验室 也给大家带来了他们新的作品 Cyber One Cyber One是一件什么样的作品呢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Cyber One是全尺寸的人形仿身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呢身高一米七七 还挺高的一米七七 然后体重呢五十二公斤 有点瘦啊有点瘦 这个同学们呢帮他取了个小名叫什么呢 叫铁大 说他有个兄弟叫铁蛋 他叫铁大 明天他的弟弟叫铁二 所以给他取了个小名呢叫铁大 因为他今天发布 所以呢他叫狮子座啊 他是一个人形的仿身机器人 人形的仿身机器人是整个机器人领域里面最难的方向 我们来看一下实拍图 帅吗 然后他的肩膀 他的这个手臂上的有一个零一的标志 这是我们的一号机 这是我们的一号机 其实最难的就是让他能够直立站稳 并且能够行走 做各种各样的知识 其实是挺难的 这个 这是呢他的全身照啊 这是他的全身照 同时的话呢 这个 Cyber One呢在学各种各样的技能 你看 他还会拿一枝花 他还能感知 环境的气氛 能感知你的情绪 还能取些东西 他现在在学各种各样的技能 那么Cyber One到底怎么样呢 下面的话 我们一起看一看 Cyber One的表现 铁大铁大 你过来吧 好的 我来了 要不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啊 我是Cyber One 小名叫铁大 哇 你的花很漂亮啊 雷总你好 你比我想象中的高 这朵花送给你 谢谢 谢谢 他琴上还挺高的 铁大铁大 你还会什么动作啊 我刚刚学会走路 下盘还不太稳 正在练习 扎马步 大家来看看这个扎马步 是不是很稳很标准 我听到了掌声 是不是说明我做得很好 大家都做你这个动作很帅 要不我们一起合个影 你来啊 OK 我用我们刚刚发布的小米哲哩兵手机来合影 好 我们要不要再来一次 好 谢谢 谢谢 铁大 你来看看这张照片怎么样 很好 都不用修 可以直接发声图 铁大 你今天表现真棒 谢谢你这次过来 那我回去继续练习扎马步了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这几分钟的展示 所涉及到的技术 是远超过 是远超过大家想象的 下面呢 我们来给他介绍 他有几个重点方面的能力啊 第一个能力呢 他要有极为聪明的大脑 而且是高情上的大脑 他能感知45种人类的语意情绪 他知道你开不开心 他知道你高不高兴 他能识别85种环境语意 比如说听到掌声 他就知道你们认可他 欢迎他 所以呢 他的大脑在不断地进化 第二点的话呢 他有非常强的视觉的能力 可能跟 可能跟我们在电影里 看到的不一样啊 铁大可以把他看到的世界 进行三维虚拟重建 这是一种全新的空间视觉技术 他能融合平面的信息 和深度的信息 8米以内的深度信息的精度呢 可以准确到1% 这个视觉模组和算法呢 都是我们小米自研的 他还有很强的这个小脑的能力 就是运动控制 因为双足比四足啊 是了一个值得飞跃 所以对我们刚开始来说 最难的就是平衡 所以要帮机船做个小脑 整个研发过程 有点像孩子学走路 他就不停地摔倒 让他站起来 先踢腿 再学踏步 然后再学走 再学 反正这个过程是挺复杂的 现在他能控制全身 13个关节 21个关节自由度的协调运动 来保持动态的平衡 这些也都是小米自研的 而且他还有强健的四肢 他全身有五种电机 峰值扭矩达到了三百牛米 是我们去年发布 铁弹的十倍的能力 这个难度要高很多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那个铁大 小米全站自研的 人型仿生机器人的各个参数 人型机器人是技术集成度最高 难度也是最高的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小米的机械实验室 在这个领域 只能算刚刚起步 但他们真的做的进展 还是非常的快 全部自研 这背后有无数的软件 硬件算法的开发工作量 他的头颅是巨大的 他们跟我说 铁大现在每一天都在学习和进步 隔一阶段 他们会让你看看 铁大又学会了什么新的技能 所以还需要一个很漫长的时间 来逐步提升和完善 就目前而言的话 目前每一台机器人的成本 也极大优化 现在的成本 每一台大概是六七十万人民币 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量产 但是小米会始终坚持探索 智能机器人的未来 我们已经做了两代 铁大和铁弹 我们会持续做下去 我们是极度看好 智能机器人在生活 工作甚至制造领域的应用 最后我们准备了一段视频 让大家来一起看看 铁大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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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通过 эlyk大学习和成长那个 女性的吊摇 红豆 倍率正仁仙也在 driv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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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家庭 我去掉了 看了铁大成长的这个短片 我也特别特别地感慨 其实铁大的成长历程 特别像我们小米公司的成长历程一样 需要克服重重的困难 而且一步一步坚定地执着地向前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发布会的所有的内容 小米正在构建一个全新的科技生态 我们从智能手机出发 到可穿戴 到智能家居 到智能制造 到智能电动汽车 到仿生机器人 小米正在构建不但延展的科技场景 并提供了丰富的智能终端和服务 在这里的话也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好消息 我们小米智能工厂的二期也刚刚封顶 预计在明年年底交付使用 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无人的自动化工厂 所以呢 为了人的生活和工作 更好地为人服务 紧密地连接人和万物 就是小米科技生态的核心理念 贯穿所有的场景和终端的 就是小米不但融合进化的技术体系 这个融合体系呢 越来越完善 并且在不断地进化 我举几个小例子 去年我们CyberDog的视觉系统 然后就成为了我们今年手机里的 万物追焦的功能 今天我们展示的电动汽车自动驾驶的进展 这主要得益于2017年 我们就建立了人工智能的实验室 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 有着丰富的积累 还有今天自动驾驶的很多很多的技术 就很快应用在CyberOne上了 又构成了我们仿生机器人的大脑 比如说像今天用的空间重建的技术 就是我们自动驾驶部门提供的 所以在这里 我想跟大家说 12岁的小米呢 仍在不断地进化 小米和大家一起 始终保持着对我们这个世界的热爱 我们才能够一起 在变化中发现机会 在挑战中找到出口 才能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 我们今天的演讲和新品发布会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愉快地度过了两个半小时 谢谢大家支持小米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却留给我自己 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 去将自己给了你 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 去将自己给了你 用你手机里的影像 为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 留下注解 你的样子 你的记忆 你的历史 你的世界 你的历史 Light and dark, the real, the beautiful Deep in the soul, what a spectacle Sherish the day that will rise online Cuture the moment 1996年,我26岁,经历了人生第一次重创 那次我们搞砸了,公司差点关门 我以为这是我人生经历的最艰难的时刻 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 我在科技行业干了三十多年 回头一望,全是漫长的挫折和煎熬 挣扎过,迷茫过,甚至放弃过 我也无数次地问自己,这一切值得吗 靠什么挺过来的,以及小米粥是怎么熬成的 8月11号,我的演讲等你来听 今年是你第三次演讲了 真有那么多有趣的故事吗? 我工作了三十多年,经历的事情特别多 只要大家愿意听,我可以一口气讲十年 今年你要讲人生低谷,这是要卖惨吗? 今年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肯定没听过 欢迎大家来听我的演讲 一个工程师老爱演讲,算不算不正业? 当然不算 我觉得办演讲也是跟用户的交流和互动 我正琢磨了,也许我可以成为演讲最好的工程师 你现在是数码博主、摄影博主、还是汽车博主 忙得过来吗? 谁说这不能一起干呢? 我一直琢磨着能不能成为最懂汽车的数码博主 最懂摄影的汽车博主 这次演讲还是打算给新品带热度吗? 我的套路一致就是新品给演讲带流量 不过这一次的新品真的很棒 关于新品的消息,能透露点吗? 这一次的新品实在是太多了 我正琢磨能不能够少发点 演讲提到的人生低谷,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其实也没什么和大家差不多 就是泡巴、蹦滴、上网、打游戏、听重金属的摇滚 当然这些听起来好像不那么积极向上 但我觉得挺有用的 想过要放弃吗? 嗯,想过 有一次真的觉得干不下去了 就特别想转行去开酒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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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